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在青春期就谢顶的也是你的富二代男朋友吧 不过夏蕊 你交的男朋友就没有一个不是富二代的 你有层次有境界 不也靠一个富二代保存一个烂节目吗 别说了别说了 你说谁靠着富二代 老奔快带良心出去 我靠的是我自己 我先进 录业时录业时录业时 录业时录业时 走走走不跟他一般见识 我说夏蕊啊 你怎么和良心仪在一起就掐架呢 性格不合 什么性格不合 我看是属相不合吧 不让说你了 喂 夜市蓝梦总 哦 蔡总 哦 好 喂 蔡总 啊 进来 良心啊 蔡总您找我 来来来 坐坐坐 良心啊 刚才才为了小李来电话说 居然国际一千万赞助费已经到账了 真没想到 这个佟总真是做事情啊 雷厉风行 良心 公司研究决定 先给你们夜市播三百万制作费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节目做成高人气高点击量的 生意来不 嗯 啊 蔡总 您确定 那个一千万是聚准国际注入的吗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啊 你有任何要求 可以跟公司先提出来 嗯 谢谢蔡总 良心啊 你要好好干 你那边如果人手不够 我可以从其他节目给你倒人手来 那我先去忙了 那我先去忙了 好 你好 大主持人有什么吩咐啊 郑宇啊 你现在方便接电话吗 方便 你什么时候打电话来我都方便 说吧 什么事儿 我们公司最近跟你们公司有什么合作吗 这个我倒还真不清楚 好 你干嘛 我们公司里刚收到你们公司发来的一千万赞助费 一千万这么多 嗯 我还以为是你呢 这事儿我真不清楚 回头我问一下市场许话部 是不是要在你们公司投放广告好不好 好 那你帮我问清楚啊 好吧 嗯 谢谢啊 一千万 小姐 小姐 你的水费总算结束了 恭喜恭喜 正常人水泥每次也就二十来天 你这水泥气也太长了吧 我看了一下今年的孕史 你呀 今年饭太岁 上半年倒霉 下半年也别掉以轻心了 不过 桃花还是会有的 桃花还是算了吧 不管怎么样呢 现在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了 桃花你怎么能不想呢 你呀赶紧趁这个机会 好好跟那个 那个顾振宇 谈谈情说说爱 我决定放弃顾振宇了 为什么 是啊 为什么 他心里可能有别人 而且 如果我冒然能跟他表白的话 我怕会吓到他 而且还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 还是算了吧 亏你还自称女神呢 怎么到关键时亏 就叫你清新呢 算了算了 别说我了 诶 曲哥 你跟李浩怎么样了 HOT 什么HOT啊 HOT多少年前的组合了 你还挂在嘴边 就你这个年纪 都可以当TF Boys的妈了 我是说 HOT HOT 完全冷不下来的意思 看来我们的节奏不到半年 你俩 等我的好消息吧 耶 你呀 还是自己注意一点吧 前两次的教训还不够吗 哪一次不是速节速离啊 有些人吃鱼 也会被鱼卡到 喝水 也会被水呛到 还有些人天天梦游 难道不吃不睡不喝了吗 我有预感 这次李浩绝对是我的 MIST RIGHT 那就祝你马到功成 水到渠成 早日报得良人归 庆早风光大驾 干杯 一大 过来一下 哎 我问你一下 我们公司最近有什么项目 要跟道合传媒合作吗 有啊 前几天从组问我 说我们下一个项目 要在道合传媒啊 投放广告 金口一开就是一千万 这不前两天我刚把事情办完 是这样啊 啊 我知道了 你去吧 嗯 就请你回家 请不吝点赞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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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杉矶出尘 下转 睡醒 给你打电话 老师 现在是准备了 好的 这个童姐去哪里了呢 电话没有信息也不回 等一下 让我来梳理一下全部的剧情啊 你意外地认识了那个叫童节的大厨 然后呢 又被你妈撞见了 你就灵机一动说她是你的男朋友 本意呢 是想让你爸妈不再干涉你的婚恋 因为他们不可能对一个厨师满意啊 当他们想让你分手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让他们不再逼你相亲 然后呢 你又因为夜食节目跟她学做菜 自然而然 你们就成为了朋友 良心啊良心 你这是典型的日久生情啊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要是没感觉就算了 几天没见她还老担心她 你该不会是爱上那个厨师了吧 当然没有了 你没爱上她 说不定她还爱上你了呢 是啊 上一次你生日 她特意为你做了一份特供料理 反而没有夏蕊那份 分别是向你示好哎 对呀 当时我还以为是周天罗安排的呢 好 喂 我跟你是同行 不需要 好 开心啊 嗯 那等我一会儿 好 来 良心 谢谢江心 不客气 良心啊 我真的很感情 啊 我真的觉得你 还能够 我会儿子 你不然 我对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替我说好话了 一千万 赞助 可能你不知道这件事 没事 我们喝咖啡 好 难道是哥哥 事到如今我只能当梦一场 重归当初相遇的地方 风吹过脸庞 泪却要故作坚强 思念如当的凄凉 也许我还学不会怎么遗忘 站在我们分开的地方 为你而痴狂 也许是一种荒唐 爱得善良 又怎样 我们就不能像两个成年人一样 好好地坐下来谈谈吗 你这样一走了之 我们之间的问题 永远都解决不了 你只要在你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想不相信我 我更相信我的眼睛 我对你很失望 童俊明 你今天收获真是太大了 没想到能掉到那么多 你太开心了 你太开心了 你今天收获真是太大了 也许我还学不会怎么遗忘 带我ische 当然没有神秘大厨做得好 对了 说老板 你知道佟杰去哪儿了吗 佟杰 佟杰好像有事 她回家了 估计得时间半个月吧 她真的回家了 是不是她家里出什么事了 这 这个我不知道 你等她回来再问她吧 梁小姐 这么关心我们家佟杰 难道你对她有意思 她都快担心死了 我出差一个礼拜 她天天提着事 来 尝一下这个小羊排 拎到 对不起 这有人做了 你怎么还聚人一千里啊 谁啊 这位先生 你影响到我们用餐了 请离开好吗 亲男友吧 这女的跟你玩暧昧呢 姑娘你玩不起 你玩不起呢 不代表别人玩不起 同样的话 我不想说第二遍 我不想说第二遍 请你离开好吗 你谁啊 敢命令老子 我投诉你啊 我是这老板 你的投诉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 还有 这个女人 是我赵的 你要是以后敢找她的麻烦 我会让你更麻烦 怎么办 把她请走 我把她请走 走 这 这这 这是什么情况 我是在那 VIP 这个人是谁啊 VIP 毒褶善演 这是误会 哎 这个人是谁啊 周叔 姑父怎么会这样呢 你也知道 十年之前中风之后 身体一直不太好 这次是因为心脏的问题 不过大夫说没多大碍 就是要多观察一段时间 行了 大凯 真羽他们来看你了 姑父我是真羽啊 你们在这儿啊 老周啊 怎么还惊动大家了 俊明呢 那个佟总他出差了 明天才能回来 对他来说 工作重要啊 姑父 您就别操心工作的事了 您好好保重身体 我在想 如果这口气 没提上来 连你们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那才叫憋居呢 那行 董事长 您别瞎说 就是姑父 怎么至于呢 哎呀 好了好了 你们都回去吧 我没事 回去吧 我再陪您待一会儿吧 用不着 老周陪着我就行了 小婷啊 送送他们吧 老周 你别离开啊 一会儿就 我走了 董事长 俊明忙完事 马上就会来看您的 你肯来见我了 你是不是在想 能够直接奔灵堂 就更省心了 就更省心了 你的精神不错 那我走了 等等 我想问你西郊那块地 进展怎么样了 听周叔说 你的血液也不是很好 还是还不要 岔开话题呀 公司的事情 你就不用再插手了 你就好好养病吧 我怎么养病啊 你别忘了 我还是公司的都市长 俊明啊 西郊那块地太大了 吃不下的 吃下去会撑着的 就算撑着 也是我应该处理的事情 你就好好养身体吧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我先走了 我还有事问你呢 睡觉之前 你还吃安眠药啊 有些事情 你真的不用管了 我怎么能不管 你的健康啊 意味着我们集团的未来啊 反正我的身体 现在比你好 我走了 爸 妈 我回来了 来得真是时候 等半天了 快洗手吃饭 不对呀 怎么又是一个人回来的 我得问问他 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是 小心啊 童杰怎么没来啊 他去外地出差了 厨师还出差啊 对啊 他去其他餐馆考察去了 那记得下次一定要带他来 爸 你不是不喜欢童杰的吗 我回头想了一想啊 他这个人吧挺踏实的 而且关键是对你好 再说了 你这个岁数啊 我觉得啊 也不能再挑来挑去了 爸 我好歹也是知名的主持人 肖路有这么不好吗 你还是热销产品啊 那这么多年 我怎么就没见你脸 一个像样的男人 给我和你妈看呢 那等等 你怎么突然就 童杰啊童杰的呢 你不有吗 怎么没有啊 你看看 这一桌子菜 这什么啊 炒扇段啊 童杰不是苏州人吗 今天早上啊 你爸特意陪我去菜市场 卖的黄鳝 所以呢 看到好的猪蹄呢 做了水晶削肉 看到好的肉呢 就做了红烧狮子头 那我爱吃菜呢 童杰呢 让我带来送给你的 是童杰送过的 你瞧 童杰送着啊 就 Offic line 神靠 你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渴死我了 我先喝冰水 我有事 怎么突然消失了 你是不是怕我 血管潜逃 不和你债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怕我写款前逃 不和你债了 是 不是 你最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小婷啊 这些年辛苦你了 都老夫老妻这么多年了 干嘛这么客气啊 你累了 早点休息吧啊 今晚我住楼下 来 好吧 你爸最近怎么样 你为什么会问起她 周老板跟我说 你家里有事 所以我能想到的 就是你爸爸的身体 是不是又出现了什么状况 他好得很 死不了 你跟你爸爸 关系真的很不好吗 我妈妈身体不好 在她生病的时候 她却出了鬼 我妈妈过世没多久 她就把那个小三儿带回了家 为了这些事 我差不多 跟她断绝了父子的关系 如果换了你 你以为和她关系好吗 我不知道 但她始终是你的父亲呢 没错 她始终是我父亲 可是我们两个 都是固执到骨子里的人 谁都不愿意低头 我都不知道 我该不该原谅她 可我始终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最难割舍的就是血缘关系 再说了 父子两人又怎么会有身仇大恨呢 也许在你父亲的心里 她正迫切地希望 你去跟她和解 你应该试试打破这样的僵局 你别跟我说这些 又不是演节目 这些道理谁都明白 但是做不做得到 就很难说了 你不要这样封闭你自己的内心 嗯 这样人生多压抑啊 你应该敞开心扉 这样你的人生才会更快乐 我快不快乐 你在乎吗 当然啊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喜欢我 开什么玩笑 到底喜不喜欢 不喜欢 我喜欢你 怎么办 我 我 我先回去了 我 凭了 你心跳 怎么这么快啊 我要不是第一次被人家表白 这是怎么了 一定是想多了 那昨天晚上童杰向你表白了吗 我是请你们过来出主意的 我现在真的已经是六神无主了 我觉得童杰不错啊 有长相会做饭 关键还对你一片痴心 跟他谈个恋爱不吃亏啊 他只是个厨师啊 他配得上良心吗 再说厨师的职业好像收入也不高 前途也不大 他现在好像年纪也不轻了吧 还在租房子 那家庭环境应该很一般啊 虽然他长相还可以 会煮饭 那又怎么样 这个社会是现实的 良心 你醒醒吧 你这也太现实了吧 是你不屑实际 我让你们过来是给我出主意的 你们就不要再互相攻击了 要不你把童杰的生辰八子给我 我帮你俩算一算啊 合不合 难道他生日你都不知道啊 星座呢 我也不知道啊 不是吧 你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啊 这样子你会很吃亏的 生辰八字星座血型 这些都是没自信的人 安慰自己的理由 而真正的爱情 或者说是激情 靠的是激素荷尔蒙 当你大脑分泌的多巴胺 你们此而然就有爱情了 什么 什么荷尔蒙多巴胺 他是动物嘛 你才是个俗物好吗 整天经济基础物质保证的 满嘴钱钱钱 两个眼睛都快变成元宝了 哪个男人还敢娶你啊 你才俗呢 满脑子就是什么 多巴胺 今天呢就是那个花公子周天伦 明天又供应小鲜肉 后天呢还爱上大叔 他还会有人要忙 我本来就是不婚主义者好吗 婚姻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人违反眼制造出来的骗局 别吵了 楼都歪了 他脑子有病 你说谁有病啊 欣伟啊 这个项目 我 我是志在必得 所以呢 我正好把你大老远请过来 放心吧 我会选择以赴的 好 这个项目 阿尼克斯 这么多年 憋来无恙啊 你们认识吗 你们认识吗 啊 我俩是大学同学 哈哈 蒙总 这么巧 老同学教授一定是会更加精彩啊 哎 阿尼克斯 听说你回国这几年 把拒证国际的牌子打得很大 看来这次我们要为同一个目标而竞争了 不介意我们分一块蛋糕吧 世上是公开的 没有什么介意不介意 那就好 我们非常看好这次的习教项目 先祝你一切顺利 我有事 顺便 好 你们很熟吗 过去非常熟 不过以后就没有联系过了 敬伟啊 我是因为你的专业性 才把你从美国调回来的 在这个时候 你可不能帮老朋友放水啊 放心吧 骞总 我这个人做事一项公司分明 童俊明这个人 我也只是想让他尝尝失败的滋味 走 走吧 走 方美 西郊三号级这个项目 刘董他们有回复了吗 电话和邮件我们都发过 也打过 我联系过刘董的秘书 他表示都已经看过了 当然现在书面的回复还没有 我会再催他们的 好 你看这都几点了 这是人 回来了 哇 这么多菜啊 饿死了饿死了 行行行行 给我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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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碗筷给我收了 把那个也收了 拿去拿去 爸 你这什么意思啊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我叫你叫的人呢 童俊他今天有事来不了 哦 又有事儿 我一叫他就有事儿是吗 你就没跟他说 今天是我和你妈特地请他来吃饭的吗 干嘛要特地请他吃饭啊 哎呦 我看你现在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 哎呀 我和你妈带你相过多少次亲呢 你哪回去了你啊 咱们家的脸皮都已经给你丢尽了 你知道吗 你老爸我现在都不敢到单位里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单位那些同事的女儿 一个比一个嫁得早 嫁得好 哎呀 我和你妈真是为了你啊 是操碎了一地的心 是你们自己愿意下操心 才碎了一地 剥了心吧 贵方 你听见了吧 这真是皇帝不及 太尖气 我告诉你 你要是熬到四五十了 成了一个老姑婆 你别到我和你妈的墓碑前面来哭粉 这件我没法带了 说话那么难听 那我走了 我走了 慢走 不送 下次记得带我铜铁 东秘书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您百忙之中 能坐下来跟我们吃顿便饭 我和方梅呢 一起敬您一杯 谢谢 您随意 您吃散 好 也不知道喝不喝您的胃口 我自己瞎点的 您尝尝 董秘书 聊点工作上的事啊 我们剧镇集团 对西教三合地的重视 您是知道的 对 刘董呢 也看过我们对这块地的规划 您是刘董身边最亲近的人 不知道刘董是不是对我们的规划有什么疑意 不然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迟迟还没有拍板呢 据我所知的话 刘董对你们的策划还是很欣赏的 但是的话 最近飞腾集团急追猛打 但对于我们两个企业的一个竞争 那带给我们刘董的是一个选择上的功率 那这边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再做考虑 刘董不会是有意要倾向飞腾集团吧 那倒不会 因为你们矩阵的话 在我们业内呢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那么 我觉得呢 他现在是需要一个 帮他做决定的一个契机 谢谢您对我们矩阵集团的肯定 为这个 我得再干一杯 谢谢 故作好酒量 您吃菜 别管我聊天啊 说点生意之外的事 刘董在我们商界呢是得高望重 老前辈嘛 平时也是深入见出 让我们这些晚辈呢想接近 都无法接近 所以我也非常好奇 刘董除了做生意之外 生活中有什么兴趣爱好 这个啊 咱们刘董除了生意以外的事情 他最注重的呢就是修身养性 那么他最大的兴趣呢 应该是下象棋 下象棋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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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